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 妻離子散斬主權 外交部是筷子手 主要就是因為有一些弱勢的外籍配偶的家庭 外籍配偶外交部的外管發給簽證的時候 只給停留簽證 每一次最長只能停留六個月 甚至有時候是不能延長的 所以這些外籍配偶他們在台灣的家庭 因此就很難維持 那麼拿停留簽證 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在台灣工作 所以他們可能要六個月六個月出境一次 那這樣子六個月出境一次的狀況 對他們的經濟負擔 然後家庭關係的維繫 是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今天有好幾個個案朋友 他們來到現場 首先一位是我們國人 他的先生來自菲律賓 他是小蘇的太太 今天他帶著孩子一塊來到現場 他的先生現在只能夠拿停留簽證 每六個月就要離開台灣 我們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來到了台灣 obedience and the first one they gave me a visa for only six months no extension and then we tried to get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visa but the mofa they they deny my application 所以,在六個月後,我回到菲律跟我的女兒 然後,第二次,他們也給了我一個維持六個月 然後,他們寫了我的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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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回到菲律,我只要江四月 decided 我、我母親快要回到菲律 所以,我要留在台灣 因為我現在現在已進了去地學校 你們可以看到什麼樣叫做外交部的註記 上面寫說他雖然與國人結婚 但是不能改辦居留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註記 使得他的先生沒有辦法直接拿到居留證 不能夠在台灣工作 每六個月一定要離開台灣 這個根本是拆散了台灣的移民家庭 雖然在台灣跟國人結婚了 他離境的時候也受到了處罰 不斷被罰錢 一樣在台灣曾經預期過的人 的外國人是被管制的 他沒有辦法可以立刻回到台灣 小柯因為跟他先生結婚 而且已經懷孕有小孩了 所以移民署決定解除他的管制 讓他進來 可是沒想到當他進來的時候 外交部又給他了一個註記 因為這個註記他剛剛說 三次的註記也就是他每六個月離開台灣再回來 每六個月離開台灣再回來 這樣整整三次 最後一次的時候 外交部竟然還只給他兩個月 還不能延期 使得他跟他的先生沒有辦法繼續負擔這麼高額的費用 淪為黑戶 禁止外國人入出國作業規定 那麼在他的第九條呢 有提到說如果之前有因為與其停留 拘留非法工作等禁止入國 然後但是有與台灣有戶籍的國民結婚 並辦妥結婚登記的 那他可以等於是說可以提早這個解除管制 所以他可以申請入國 在那個與其停留居留的這個部分 他都已經被罰過了 也被管制過了 那我們不了解的是說為什麼外交部在他們的這個簽證上面 還要再另外去註記說 觀察期間不得轉居留 我們不曉得到底要觀察什麼 多少的外國的移工移民 他有了婚姻關係 可是他來台灣居住的時候 他的在入境的台灣的簽證上 莫名其妙的被註記的這種 不得轉居留 不得轉永久的簽證 這樣子一個奇怪的註記 可是外交部說呢 這個是台灣的主權展示 可是他就這樣說一個簡單的說法 沒有給我一個任何的一個政治的 或是一個行政上的解釋 對於這些外國入境的簽證上面 就莫名的作戰一個註記的企業 做出了註記的記號 但是不給解釋 對於這些人來講 他就沒有一個可以去做一個法律上面 做行政訴訟 或是行政救濟的一個一個可能性 外交部 你立刻要取消外交的這種簽證上面的註記 如果今天 這個個案他在台灣入境了之後呢 相關的這種 居留或是一個簽證的一個 延長的這種決定權 應該是要回歸到 內政部的移民署去做一個相關的處理 我們外交部的基本立場 跟大家所關切的是一樣的 我們絕對尊重基本的人權 我們絕對保障勞工的工作權 曾經有過不良紀錄的外籍人士 他們在申請簽證的時候 確實碰到一些註記上的困難 這是事實 有不良紀錄的 有不良紀錄的部分 我想我不需要在這邊 但基本上有預期停留 有非法打工 有冒用身份等等 是我們所碰到的 所以在這邊如果碰到這種情形 我們基於國家整體安全的考量 法治的維護 但是我更不要強調一點 我們同時會尊重基本人權 外交部是對外展現台灣主權的一個單位 但是呢這個台灣展示主權 不應該展示在這些弱勢的移民家庭身上 如果外交部還是持續的助計 這個居留不能 停留不能轉居留 或者是觀察期不得轉居留 那我們建議外交部乾脆在上面直接註記 外國人在此沒有人權 好不好 直接乾脆這樣註記好了 讓這些要入境的移民家庭 也知道說原來我這邊是沒有人權的